冬儿和小葵两个人肯定能成冬儿也明确表示 冬儿爸爸同意这门亲事 众所周知海哥带着小葵去冬儿家提亲 小葵被冬儿爸爸一句话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时间场面瞬间尴尬 海哥和临华山李总都没有控制住场面 很多网友抓住这个热度制造话题喷冬儿爸爸 但是冬儿在抖音下方留言说 大家不要再说我爸爸门槛高了 作为长辈他考核一下男孩子属于正常 也没有反对我们和小葵在一起 只是希望我们多接触接触 多了解对方 我爸爸说了希望去他们家看看家门 但是有网友在下方留言说 以后让你爸爸在说话语气方面注意点分寸 毕竟你还有一个弟弟未结婚 这样在别人心里影响不好 回过头想想冬儿爸爸这样做也属于正常 可能是作为一个包工头经常和社会打交道 说话口气就这样反正冬儿和小葵也比较般配 虽然说目前冬儿子家人对小葵的印象不是太好 毕竟冬儿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能找到像小葵这样老实可靠的男人也算比较踏实 以后过日子没有那么多的防备 对此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